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咱们再来聊一聊台海的问题 我是看了一个新闻 新闻是什么呀 一旦开始收复台湾 中国可能要面临四线作战 我军必须慎重 我一看好像跟主旋律不一样 你这么说的话 好像有点唱衰解放军的意思 中国解放军是很厉害的 你从中国角度来看问题 你在中国的媒体上去发表文章 你必须得去强大了 牛逼了 从这个角度去解读才对 你说中国要航母 有航母 还不止几艘好几艘 要飞机歼20也有 弹道导弹技术也有 航空航天技术也有 华尔是卫星上天 能力都有 军事能力很强大 你这个媒体 你写这样的文章 是不是有点像造反的意思 我一看 这还是一个在网易上发表的文章 东方点兵 然后我在谷歌上一搜 你看除了网易 还有哪里 还有什么腾讯 腾讯网 腾讯网也是有这么一个信息 腾讯网 还有搜狐 搜狐网也有 然后我当时我第一反应是什么 这是不是几大门祸让人要集体造反 现在习主席上台 动不动不排除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 你跟习主席的声调反着来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仔细去看一下这个文章 看了之后才发现猫腻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来稍微捋一捋吧 好吧 为什么说中国可能要面临四线作战 他说牵一发而动前身 说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 解放军不会轻易发起 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期登陆作战和海空决战 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 就是说不打仗 那你要说台海问题 打仗有没有打过 登陆战有没有登过 打过呀 接门炮战不是没打过炮 据说当时打炮的数量特别多 炮弹壳都做菜刀 接门菜刀 台湾的朋友肯定有印象 你可以去搜一搜 当时为什么说 解放军没打过来 那是解放军他们有这种两期作战的 这种经验 没有海军 海军在国民党时期 在蒋介石时期打完了 现在虽然说重建海军了 但是你想想这个世界的发展 美国的航母编队 也在亚太海域 也是在游业 这是一个没有绝对的把握 是不打 然后又说如果打了的话 可能会面临四线作战 这里大致就是说了几个 第一个是台海方向 台海方向就是说原南京军区 然后改组了 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对东南沿海方向的部队建设和预设战场的建设 在东部方向 解放军主要潜在对手 包括日本韩国驻韩日军和台湾地区军队 这是沿海地区 除了东南沿海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在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你得提谁啊 金三胖 你看看其实金三胖 他怎么说呢 他是有点觉得你中国必须得依托我朝鲜作为一个战略缓冲地带 所以说我朝鲜要什么你得给什么啊 有时候朝鲜他就是非常不给中共面子 但是中共呢 他还得去 维护好这么一个战略缓冲地带啊 他们啊 中共啊 中共不能排除朝鲜和韩国中的某一方利用极佳的时间窗口来改变 朝鲜半岛的局势 那时候一个百门店啊 百门店他时时刻随时都有可能在他打起来的啊 你虽然说现在几十年啊 就是站在那地方啊 不动手 实际上这个战争还是一个真正的战争状态 而且朝鲜三八线离这个韩国首尔特别近啊 炮弹打过来几十公里射程朝鲜一片火啊 首尔一片火海啊 是吧 这是关于朝鲜地带 说上千辆装甲车可以组成强大的六上集群冲击朝鲜半岛 给驻韩美军施加巨大的战场压力 那既然朝鲜他是中国的这么一个战略缓冲弹 那么中国的军队啊 如果说战争打起来 那还是可以进入半岛 可以进入三八线的啊 这是关于朝鲜这一块啊 还有就是说 印度洋方向的战略妖刀被锁死啊 咱们不得不佩服啊 虽然说是国内的文章 但是说的还有几分道理啊 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是吧 这个中国的软肋也被美国人摸的一千二处 哪里软肋啊 马六甲海峡 因为这个马六甲海峡这个邮轮呢 他过不来啊 如果说想要绕过来的话 可能就 你想通过这个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这个地方的绕过来 又绕远了呀 那也是属于美国海军 其实美国海军全世界通行无阻啊 是吧 只要一打起来 你别说马六甲了 你什么地方你都过不去啊 你什么地方邮轮你都过不来啊 除非是通过陆地上从俄罗斯那边去运送能源 所以说他也得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国内的文章 你也不是说他完全都没有道理啊 然后第四个中印边境爆发冲突 之前我曾经做过节目啊 很多次了 包括啊 藏南地区 还有阿克塞金地区 之前不是没爆发过 爆发过零零星星好多次了 只不过呢 没有发生热战 都是冷战 什么是冷战呢 拿着棍棒啊 狼牙棒啊 去打仗 或者说是打腿炮啊 就围绕着边境 你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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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双方语言不通 互相骂的语言 估计也都听不懂啊 印度这边说印度语在骂 你中国这边说中国语在骂 这是中印边境很有可能在爆发冲突啊 然后好 这个文章呢 咱们大队旅旅旅旅旅旅完之后啊 再来看一看啊 这是什么呀 这是谁的文章啊 这是东方点兵的文章啊 你不管说是在网易号还是在腾讯 还是在搜狐 它这个自媒体是来来源于这个东方点兵 那么东方点兵是何路神圣的 何方人马啊 他是干嘛的啊 他这是从事国防教育20多年 资深军事评论员啊 看到这里想明白了啊 原来不是媒体造反啊 因为这是一个什么呀 这是体制内的人他们在做媒体 体制内的人在写文章 那么这里就很有意思了啊 从这么一个东方点兵的这么一个台湾的啊 说要打仗可能面临四线作战啊 不轻易开打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替上边发声啊 有些话题呢 有些声音呢 上边不能说 那么就让下边人来说 为什么说上边人不能说呀 从习的角度来看问题 从王沪宁啊 这个军师的角度来看问题 在国际事务上 那肯定是要发出一些啊 看似我们比较强大 是吧 是叫外强 给别人看啊 我们很强大 我们有航母 我们有歼20啊 我们有单的导弹 我们的飞机可以上天啊 我们很厉害 这叫外强 实际上呢 是中干啊 外强中干 其实内力呢 也很虚啊 一打起来的话 不得花钱呢 中共也知道 他也懂得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也知道文公而为主 武贺为福 但是表面上官方层面 他们得强硬啊 不断的给台湾那边制造压力啊 如果说我有台湾的朋友们啊 我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也能感觉到 中国的政府这一块 官方这一块 总是感觉要我扬威 总是感觉解放军随时能打过来 对吧 对 故意要制造这么一种啊 紧张情绪 让你们台湾人感觉到害怕 那同时呢 因为是外强中干嘛 是吧 有些话呢 自己不方便明说 自己说了上面子要怎么办 让下面的人去说 所以说就有了这么一个东方点兵 他就把这么一个文章给抛出来 面临四千作战 我们得慎重 并不是说我们解放不了台湾 并不是说我们武统不了台湾 而是说我们得要这个 你看这几千作战是吧 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得掂量掂量 意思是什么呀 潜台词就是告诉台湾 打的可能性啊不大啊 打的可能性不大 之前我说什么呀 之前我做节目不是说没打到自己脸啊 刚开始我说哎呀 不可能打啊 你打不过打不过来 美国肯定会帮 然后后来随着局势发展呢 觉得挺危险 中共可能想要对台湾动手 但是是吧 这个来来回回这么多年了 这再回头一看 可能自己有时候看问题啊 得承认 有时候说太早了 起码咱们今天暂时啊 看这么一个文章 就是告诉台湾人啊 不轻易开战 但是呢 不轻易开战 不代表着这场战争就没开始了 还有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什么呀 那就是文公为主 武贺为福啊 因为这个上兵伐谋嘛 不战而去人之兵嘛 对吧 中共他也不傻 他们也有很多那些高尖尖领域的一些专家人才呢 是吧 陈静南都说了啊 六年级电影里面的 有本事的人 读过书的人 都进朝廷当官了 所以说他们制定的一些决策吧 或者说往外释放出一些声音呢 都是他们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 他们也不想打 中共也不想直接跟美国对抗 中共跟直接美国对抗有什么好事呢 真的 海外的很多人呢 就是说 希望美国能够 帮助中国实现民主 但是你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 美国每年送给中国几千亿贸易顺差 我干嘛要在军事上去刺激美国呢 我直接 我就继续啊 继续文功就可以了呀 武贺就以武贺为辅呀 这层逻辑 大家想明白没有 有些上层 这个中央中南海 不方便发出的声音呢 哎 就让下边的人来去写一个文章 你看 为什么说网易腾讯还有搜狐这几大媒体同时都发 而且这个观看量还不少底下评论的也是非常的多 为什么呀 那就是官方受益的嘛 这并不是说几大媒体的造反 而是一个传达一个意思啊 台湾这一块不太可能打 所以说呢 这对于台湾人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啊 从我的角度来看问题 我不希望台湾深圳独散 我希望台湾维持现状 我这种观点呢 可能很多人还是不太赞同 因为略显鸽派 略显鸽派 因为很多人都说嘛 说你这个中共打过来啊 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啊 很多台湾人很有血腥的 我特别佩服那些台湾人 就是说了很多就是这种话 就是你解放军你过来啊 你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啊 对啊 我支持他 我支持什么呀 如果中共的军队打过来 我支持台湾人民啊 拿起刀枪捍卫家园 我是支持的 我不仅支持 我可能我还捐款 我自己没权 我也可能会做些节目啊 号召大家去捐款 如果说真的是 中共要是侵略台湾啊 我是支持台湾人保家为国的 这是我的观点 但是咱们反过来再去想问题 如果说中共他不他不打不打台湾 他不军事去打台湾 你总不能盼着他打过来吧 对吧 他要是不打 你不能够盼着他来打吧 这样说也不对啊 对不对 你盼着他来打 难道说你不花钱吗 对于台湾的纳稳人来说 你看看现在的税收呢 其实不算高啊 全民一保啊 老有所养啊 并有所医还不错 是吧 虽然说你打过来 我支持台湾人保家为国 但是他不打 我也 是吧 你不要盼着他来打 真打起来 那可能也得要花钱 真打起来台湾的贸易也要停滞 对不对 所以说呀 这个什么呀 台湾人啊 就是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中共他武统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战场啊 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啊 我可能这个重复说有点多了 那么咱们还得再说另外一个重点 重点在哪里 在文工这一块 渗透这一块 哎 有这么多人在大马路上 在台湾的大马路上 在总农府面前啊 举着五星红旗啊 说共产党好啊 唱共产党的弹歌 这如果要是在这个蒋经国 蒋介石的时代 那不得抓起来坐牢呀 坐牢都是清党 直接枪毙呀 您可错杀三年不可放过一个呀 怎么着 现在的台湾民主走到了今天这个 在马路上扛着五星红旗唱共产党的弹歌都可以了 是吧 这是台湾人民应该去警惕的 这是文工 这是上兵发谋 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才是真正的主战场 台湾人明白没有 不打仗固然好 但是呢 在舆论层面 在新闻层面 在传播层面 在潜意识 在文化层面 不要被他们给渗透了 这是今天节目啊 最后这一块 我要重点表达的一个意思好吧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咱们就说这么多啊 这篇文章咱们就做这么一个解读 好吧 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